菜品如人品,做菜如做人 大家好,我是阿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初春必吃的菜 豆豉淋鱼炒水芹菜 现在这个初春的季节 这个水芹菜是长得非常的茂盛的 并且香味也特别的浓 但是可能有些同志对这个香味不怎么感冒 今天按照这个方法来炒 特别的下饭 这里是一个鱼罐头 还有一个季节性的水芹菜 然后准备几粒这个大蒜子 和一个小米椒增加辣味 以及这个粥皮辣椒增加甘香味 下面来把食材准备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水芹菜 头子这边有一点老的和一点偏黄的 我们把它去掉 然后切成三厘米长的一个段 大蒜子我们把它剁碎 小米椒我们切成末 如果不吃辣的也可以选择不放 这个粥皮辣椒我们也把它压碎一下 然后这个鱼罐头 我们把它稍微的撕成小块一点 然后今天这道豆豉淋鱼炒水芹菜的一个食材已经准备好 下一步我们就上火操作 下面我们先把锅蒙火烧热 锅里来适量的猪油 先下入这个鱼罐头 把它冰箱 接着放入这个大蒜子炒出香味 然后小米辣接着下去 最后放入我们这个粥皮辣椒 随之把这个水芹菜倒下去 简单的翻炒 我们调味 来一勺盐 半勺味精 适量的蒸鱼汁油 下锅里面就是二三十秒钟 炒至这个水芹菜熟税断生即可 出锅 香辣下酒下饭 首先我们这个水芹菜在炒的时候一定是调味 我们要稍微晚一点调 尤其是盐 不要放到锅枣 锅枣的话 这个水芹菜很容易出水 导致这个菜就不清脆 然后是炒制的时间 在锅里面就是二十秒到三十秒钟的时间 如果炒的过时的话 这个水芹菜也没有看向 所以说别看是一道简单的素炒 对厨师的一个基本功和手法要求非常的高 然后是这个水芹菜 不光是可以这样的炒的吃 同时我们也可以搭配着春季的一个扇鱼去闷的吃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所以说最后大家如果喜欢这道豆豉淋浴炒水芹菜的 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 或者是说在评论区下面 以及弹幕中发表您自己的看法 以及分享你们对这道菜自己的一个做法 大家如果还想了解更多香菜的 欢迎关注香菜阿来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